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Gloria 今天呢,就是从YS style上购买的几件 在我看来会比较适合穿出去和朋友以及你们的男朋友们约会的衣服 话不多说,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给大家试穿的第一件呢,就是这一件白色的大宽娃娃领的衬衫 大概能捉住你的屁股,然后是一个前短后长的设计 非常的可爱,这么大一个领口 可以露出一些你的锁骨 在这儿穿的时候,一定要先把它提前的运运在穿啊 我看它的领口,还有很多小小的就是香边状的东西 觉得做工还是蛮细致的 现在我们就去试一下吧 天呐,我现在的隔壁的铃铁 要透过窗户,往那边看好尴尬呀 我要玩玩过干净 我觉得如果你是跟男朋友或者朋友出去吃个饭,看个电影 都是非常合适的衣服,就会显得你非常的可爱 你也可以搭配各种颜色的小裙子,因为它是白色嘛 所以它其实是最百搭的一种衬衫 而且我觉得它比较好的是,它都不会透耶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你也可以穿一个吊带的背心 保证不会走光 下一个呢,我会把这两件一起给大家介绍,然后再去试穿 我们就先从上衣介绍起吧 好,那件上衣,诶,又是一件衬衫 但是这件衬衫和我身上这件衬衫的风格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我身上这件衬衫是走可爱的那种甜美风 但是这件蓝色条纹的衬衫呢,是走一支性和带一点点的小性感的风格 它是一个露肩的设计 露出你的锁骨的同时,还可以小露一下香肩 然后这件衣服我比较喜欢的是,它是一个竖条纹的设计 所以它会在视觉上拉长你的身形,比较显瘦 这条牛仔裤呢,它跟普通的牛仔裤稍微有一些不同的设计呢 就是它的机扣的这里,是一个堆叠的设计 你看,这是普通的机扣嘛 它出了一个条条,然后可以从这儿看,翻出来有另一个扣子 所以你穿上以后就会有一个小巧思和一个设计感 又加一些比较俏皮的感觉 我们现在就去试穿试一试带 先不说别的,我就很佩服我自己每次往购的时候 然后买个size 这个裤子就跟我的腰是高合适的 就不太有效,然后也不会太勒 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往购的男人 这件衬衫上身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小性感 但是我觉得唯一有一点痛 有一点快一点的感觉就是这个肩膀 那点太容易掉了 我们这个袋子看,我说着说的话,它就掉下去了 就有一点点不方便,我就要一直的把它录上来 但是其他的方面,材质啊,穿上的感觉啊,和它的设计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没有问题的 哦,我知道了,我应该自己把它针针短一点就不会掉了 哦,我真的太记住了 再下一件呢,是我自己很期待很期待的一件衣服 就是这件毛茸茸的,然后一件上衣 它是带两个袖套,一个高领的,偏春棕色的一件毛茸茸的衣服 我觉得它穿上应该超可爱的 二月天气其实还是挺冷的 穿起来就会有一种积温暖,有设计感的感觉 很有弹性,就是 现在我们就去试一试 再次一件,我很期待的毛茸茸的上衣服前 我们先来试一下这条裤套 它也是我这次新入手的一条金色的喇叭裤 然后我最喜欢它的一点设计就是 一个是它的裤型,它是一个高腰的 周腿,然后再裤腿的喇叭形状的 特别是它中间还有一条缝线 这样我觉得在视觉上面会让你的腿部 就显得更加的修长一点 好的,这个呢,就是 狗仔裤上身的效果啦 我想象中的材质啊,和版型都很类似 而且它很有弹性 它有这样高抬腿省得到 就完全都不会感觉紧绷 那这件毛茸茸的上衣真的是好可爱 就,就,跟这条裤套也很搭有没有 因为它正好是个偏短款收料的设计 就在裤是个高腰的 上身超舒服软软的 哪怕是个高领的也不会扎脖子 就完全都是可以贴身穿没有问题 这件衣服呢,是这一件黑色的外套 它是一种,属于很防滑 很防滑,然后很精造的一种皮质的一件外套 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这个毛茸茸 是可以拆卸的,就是你可以带着拿下来 把领子去积洗什么的 它里面还是带一点棉的材质的 所以它其实应该会比它 穿上去更加保暖一点 因为这件衣服也是一个超级短款的外套 所以里面其实更适合搭配一个要腰部以上的 内搭的一件外套 有那种机车的裤线风 它很明显的有一种后缀的一个设计 就是前短后长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我号买小了吧 刚才刚说我号买的都对 如果我再买大脚的号的前面再长一点 我可能会更喜欢 这个是今天入手的料书第二件衣服 又回归的懒人必备 老人最爱单品内衣 观众我的小伙伴都会知道 我的唯一的选择 基本上就几点要素 颜色一定要朴素 一定是要比较厚重的 比较垂坠感的 还有一点就是要宽松 这件衣服从造型上来说完美的 满足了我的所有的要求 它的内衬还是有一点带融融的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件很饱暖的 也很适合冬天的时候 出门穿了一件卫衣 OK 这就是这件卫衣上身的效果了 很方导宽宽的肥肥大 很舒服很暖和 配着一个简单的牛仔裤 随时书出门就出门 非常时动的一件衣服 然后这种浅灰色也都是超级百大 其实你底下搭配任何颜色的 就裙子啊裤子啊 其实都可以都OK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 今天购买的最后一件衣服 就是一件小粉的背心 因为现在是冬天 我没有太想买这么夏天的衣服 但是因为它在打折我记得到 太便宜了 这几块钱了 然后我就买了 穿它你就肯定要穿一个抹胸 或者隐形的内衣 才会不把你的肩带都出来 很可爱超可爱的 好的 这件衣服穿上是不是非常的小粉丝 哎呀太可爱了吧 它本身看来是超级有弹性的设计 所以其实你买个什么size 其实我觉得大概都可以穿 好了啊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我今天开箱的哪件衣服呢 我会把说今天所有是穿的衣服的内衣接都放在描述区 以及为我的粉丝一个专属的折扣买啊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去使用哦 喜欢我频道以及视频的小伙伴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击订阅评论点赞和分享啊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比心